这是一颗极瓶粉钻 足足100克拉 市值1亿人民币 黑格黎发财紧一步之遥 如何私藏这颗钻石 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他小心地打探四周 神色警惕 生怕被人发现 因为就在几天前 另一个奴隶因为私藏了一枚 伊克拉的原石 就被叛军当场枪决 想到这里 他平住了呼吸 就在此时 一旁的水泵突然炸开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他立马弯腰 将钻石夹在自己的脚趾之间 然后借口要上厕所 迅速逃离人群 他来到草丛里 刚准备埋下钻石 一把黑色的手枪 抵住了他的脑袋 就在这姓名攸关的时刻 枪声四起 是政府军打来了 一颗炸弹将叛军首领掀翻在地 男人连忙趁机逃走 迅速找到一处空地 将钻石埋了起来 接着就被赶来的政府军抓走 黑格叫索罗门 是千万平民中的一个 不久前 叛军首领带人血洗了他的村子 因为身强力壮 他被抓来挖钻石 从而和家人失散 在非洲 肆无忌惮地杀戮 如同家常便饭 他想要找回家人 如同大海捞针 这颗钻石就是他唯一的筹码 今天的政府军 看着似乎是来拯救他们 其实也是为了钻石而来 平民的生死被他们视为蝼蚁 索罗门被关进了监狱 但没想到的是 是那个叛军首领也被送了进来 他非但没死 反而一眼认出了索罗门 首领直接告诉所有人 索罗门偷了一颗巨大的钻石 并悬赏十万美金 让人们去搜身 索罗门也急了 他立刻脱掉衣服以正清白 但他已然成了众矢之地 本以为必死无疑 索罗门却被一个神秘人保释了出来 他没有多加思考 先跑到难民营寻找家人 看了半天 名单上没有家人的名字 他去找工作人员求助 却被告知没有办法 就在他走投无路时 一个男人找上了门 他叫小李 正是保释他的神秘人 男人表示想和他一起找回钻石 索罗门回想起了这个人 他在监狱里见过 但现在索罗门不敢相信任何人 尤其是唯利是图的白人 一旦让他拿到钻石 自己就会被枪杀 而索罗门的怀疑是对的 小李就是一个倒卖血钻 大发战争才的雇佣兵 就在不久前 他刚与一个叛军首领达成交易 准备将到手的钻石走私到邻国 可就在越过边境时 被士兵搜查 他被捕入狱 有人说非洲的土地 之所以泛着红色 是因为在这片大陆上 无休止的战争中 抛洒的鲜血所染成 今天这部电影讲述的 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991年 非洲的塞拉利昂 爆发了世界上 最为血腥的内战 而这些内战主要都是为了 争夺钻石的开采权 从而换取更多武器 叛军会到处抓人 一些体型瘦弱的男人 会被直接砍掉一只手臂 而身强力壮的 则被送到采矿厂去开采钻石 如果有人敢私藏钻石 就会被直接枪毙 在这里 为了钻石 人命被视为草菅 所以这里的钻石 也有另外一个名字 血钻 因为走私失败 小李被关进了监狱 替老板搞的钻石全都没了 但好在他在监狱里 得知一个更好的情报 一个叫所罗门的黑人 藏了一颗价值连城的粉钻 小李明白粉钻的价值 远比那几百颗小钻石大的多 想到这儿 他下定决心要搞到它 于是他保释了所罗门 可所罗门根本不相信他 就在两人纠缠之际 城里又爆发了战争 是叛军发起了反攻 身为雇佣兵的小李 连忙带着所罗门逃跑 城市瞬间化为地狱 一路上不断枪击 炮击伴随着人们的哀嚎与惨叫 政府部队也不顾平民生死 为了剿灭敌人 一顿无差别扫射 小李凭借身经百战的经验 带着所罗门躲进了一处安全的地方 直到天黑枪声停止 两人才逃了出来 他们想要回到所罗门的家乡 可这里的守军不愿帮忙 好在小李找到一个 之前认识的女记者 当时记者想采访小李 有关血钻的事情 结果被他拒绝了 如今小李只好 用血钻的内幕作为交易 并谎称想帮助所罗门寻找家人 这才搭上了媒体的直升机 他们先是来到几内亚难民营 所罗门在这里找到了家人 可糟糕的是 他的儿子却被叛军抓走了 想到儿子会被洗脑 沦为杀人机器 他的心无比沉痛 身为父亲 他下定决心 要返回战区寻找儿子 这也正是小李想要的 因为他要回去找到 所罗门藏起来的钻石 可没成想 刚踏入战区 就遭到了叛军的袭击 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汽车被打成了筛子 小李推开死去的司机 夺下方向盘 驾车就冲向了树林中 士兵扒开山羊的皮毛 在羊背上发现了一条缝合线 用小刀挑开后 一堆带血的钻石 出现在眼前 这是非洲钻石商人惯用的 走私伎俩 小李这次却马是前提 钻石被士兵通通没收 损失惨重 他不得不重返矿区 寻找更多的钻石 而这一次 他的目标便是 所罗门私藏在矿区的粉钻 三个人喂了一颗 价值上亿的钻石 在原始森林中 走了一天一夜 实在是太饿了 他们盯上了一只沸沸 在这里想要活下去 只能不择手段 饱餐过后 他们继续上路 却误打误撞走进了一个部落 一群手持长矛的黑人 对着他们虎视眈眈 经验丰富的小李知道 他们并不是判决 只是保卫家园的善良土著 跟随他们三人来到丛林深处 这里居然有一所学校 校长热情欢迎他们 交流后得知 这里专门收留那些因为战争 遭遇不幸的孩子 夜里 女记者与小李聊天 两人互诉心肠 产生了情愫 一夜过后 隔天他们跟随车子 来到小李老板的军营 他们见到上校 上校叫小李带他去找粉钻 但小李很清楚 粉钻一旦交给上校 自己非但得不到一分钱 小李决定被判上校 偷偷带着所罗门去寻找钻石 临行前 他与女记者告别 这次离别也许就是永别 两人都很不舍 女记者为小李拍了照 并给了他一张名片 希望一切结束后 能重新联系他 分别后 小李与所罗门再次深入战区 一路上两人各怀心事 但也达成了协议 小李帮助所罗门找到儿子 所罗门也决定事成之后 将粉钻送给小李 一路上 两人互相扶持 也产生了信任 经过跋山涉水 他们终于抵达 这就是所罗门 曾经挖钻石的地方 戒备森严 他们根本无法进入 小李想到办法 他呼叫上校请求空袭 到时候自己趁乱找到粉钻 然后逃离 可所罗门不同意 他认为自己的儿子 也许就在下面 到了晚上 所罗门独自闯进敌营 果然在这里找到了儿子 但现在儿子已经被叛军洗脑 听到父亲呼唤 却将父亲一把推倒 让人将父亲抓了起来 而这一切 都被潜伏在远处的小李看到了 第二天 叛军首领出现 他用所罗门儿子的性命 作为要挟 让他去挖出那颗粉钻 就在生死一刻 上校的空袭来了 轮番的轰炸与扫射 打得叛军四处奔逃 所罗门趁机将叛军首领 推进一坑 一铁铲杀死了他 小李则冒着生命危险 穿过枪林弹雨 救下了所罗门的儿子 战斗结束 面对上校 小李知道要么交出钻石 要么死路一条 为了活命 他交出了所罗门的儿子 以此威胁所罗门挖出粉钻 无奈之下 所罗门只好答应 来到埋藏粉钻的地方 所罗门开始挖掘 就在即将挖到的时候 两个人默契地出手还击 最终 罪恶滔天的上校 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打斗结束后 小李发现自己也中枪了 还来不及思考什么 所罗门的儿子却举起枪 对准了他们 好在所罗门及时阻止 他用父爱唤醒了 失去理智的儿子 这时 上校的手下也闻声追来 三人拿上粉钻赶紧逃跑 路上 小李从所罗门手中 抢过粉钻 可渐渐地 他感到越来越累 所罗门想让他停下来休息 他却不肯 直到他再也爬不动了 所罗门便背着他继续前进 没过多久 小李彻底撑不住了 让所罗门将他放下 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掏出粉钻 接着他笑了起来 如此辛苦地得到 却再也抓不住了 他一狠心 将钻石还给了所罗门 同时把女记者的名片交给了他 要他带着儿子快逃 接着 他拨通了女记者的电话 叮嘱他要帮助所罗门 然后 他表达了最后的思念 放下电话后 他抓起一把红土 生命也就此定格 电影最后 所罗门来到伦敦 再次见到了女记者 他们谋划了一场行动 所罗门用钻石和珠宝公司交易 换取他的家人平安 然后女记者偷偷拍下整个过程作为证据 随后将视频发布在各大媒体 新闻一出 瞬间引起轩然大波 无数人来到珠宝公司门前抗议 舆论之下 黑心的商人被送上法庭 自此 非洲血钻的真相终于被揭露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血钻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